黄葱扒蹄筋 原料是水发蹄筋 黄葱 酱油 姜 蒜 葱片 料酒 清汤 水淀粉 油 精盐 味精 白糖 干淀粉 做这道菜的时候 先将黄葱切成段 装入盘中待用 将蹄筋切开 再切成段 装入盘中待用 炒锅内做油将黄葱编制 盘透以后将黄葱捞出 然后放入蹄筋 用油滑透以后倒出 炒锅内留底油 放入酱油 放葱姜 炒锅 加入清汤 将蹄筋 将蹄筋倒入 黄葱姜 同时也放入黄葱 加入精盐 味精 烹炒锅 烹入料酒 淋上水淀粉勾芡 滴入明油 滴入明油 这道菜就可以出锅了 烹炒锅 它的特点是 色泽金黄 口味咸鲜微甜 葱香味较浓 2 3 3 4 7